請示水上開唱 水都威尼斯觀光人潮 已跟疫情前差不了多少 聖馬克廣場放眼望去 明明這麼多人潮就是前潮 但部分店家仍然不見好轉 關門大吉 在聖馬克國廣場 就有這麼重要的玻璃工廠 我們旁邊這一間 你看他完全就是關門的 玻璃工業業者退租 金華地段一個月租金 45萬台幣起跳 卻一直空置被鴿子占據 附近餐飲觀光業者 同樣不是收店 就是轉手給外國人經營 煤氣汽車現在是過去的三倍 油費也大概是現在的2.5倍 旅遊業的機構 他們就變成 乾脆今年冬天 11月開始他就不開了 他就不開 因為他每一天開他就是賠錢 挺過疫情 卻沒雨過天晴 油電雙漲打擊很驚人 2021年七月電費單 電費約六萬新台幣 今年同期較電費心都碎 因為漲到五千六百六十歐元 近十八萬新台幣翻倍很漲 市中心有非常多的所謂的房東 他是不願意降租的 電費的話觀光客 現在吃東西變貴了 觀光客吃觀光客富啊 店家要活下去油電成本轉價觀光客 儘管現在歐元 跟疫情前還在相對低點 消費已經精打細算 但很難真的划算 三星文件與林林安保 威尼斯報道